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宜兰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为了协助青年创业 幸福工商旅游处除了培训、辅导以及低利贷款等幸福宜兰的创业计划之外 还从今年起租用宜兰行口改作为创创新村 提供传统产业加值升级的辅导推动 以及创意人才媒合平台 以促进宜兰的产业发展 现在不为了协助青年创业 激发更多的产业创意以及传统产业升级加值 融入更多文化及体验 让传统产业转型为观光工厂 县福今年起租用为在宜兰火车站旁的宜兰行口改作为创创新村 辅导传统产业如何升级 以及培育一批创意人才 成为双方的媒合平台 让传统产业以及创意紧密结合 达到青年创业以及产业升级的目标 我们在宜兰的行口 就是火车站前面的行口 我们已经跟台铁恰堂把整个行口都住下来 要作为创创新村的一个开设 就创创新村的相关的一个计划会提出来 我们希望我们的县民朋友踊跃来创业 我们也鼓励大家一起来创造我们宜兰 我们是一个幸福宜兰的一个目标 县福也提出幸福宜兰创业计划 除了提供整套的专业培训以及创业辅导之外 也提供创业的低利贷款 个人部分可贷款30万 厂商则是50万 县政府目前也有提供 今年整个创意的一个产业的计划 还有包含到我们微型创业的计划 包含到创业的辅导 就是你相关的整个必备的知识 跟相关的课程 最重要的我们还协助大家 我们县民来踊跃来贷款 我们的幸福贷款 个人可以贷30万 企业可以贷到50万 只要我们经过我们的辅导 然后相关的信用能够符合我们的规定 那就可以由我们政府来担保 协助大家来贷款跟创业 公里出欢 有志青年及厂商加入幸福创业行列 促进宜兰的产业升级 以及发展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